中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主权债民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正式掌舵台湾 就算共有被指一是台独精孙 此刻的赖心得对于两岸关系 选择先把立场才稳 新政府将秉持四个坚持 不卑不亢维持现状 端出森英文的四个坚持 再谈自己的和平四大支柱 赖心得含话北京直求对决 我希望中国正是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拿出诚意和台湾民选合法的政府 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 以对话取代对抗 交流取代围堵 进行合作 这两岸该怎么合作 赖心得抛出具体方向 回应先前栏尾坊中号称带回的北京大礼包 可以先从重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 以及学卫生来台就学开始 一起追求和平共荣 总统就职两岸关键字赖心得一共提了中华民国九次 中华民国台湾三次 台湾八十四次 尽管愿意软性交流 但是务实台独工作者赖心得对北京威胁还是保持警戒 在中国尚未放弃武力犯台之下 国人应该了解 即使全盘接受中国的主张 放弃主权 中国并吞台湾的企图并不会消失 靠实力 达到和平的目标 身处第一岛链战略关键 对抗威权最前线 赖心得更要拉民主盟友 挺台湾 台湾是世界的台湾 台湾是全球和平繁荣 值得信赖的力量 赖心得520正式交卷 替两岸方向定锚 最后看北京如何接招 近新闻 无论一捧一周 采访报导